生命旋律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琪主持 惊烈 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圣地 来来往往的观光客门 满怀兴奋地浏览着 山光水色 兴之所致 总会趁机摆个姿势拍照留念 顺着弯曲的山路走上去 有人发现 在翠绿的树荫底下 有一间规模不大 但却很有古朴风味的陶瓷场 主人非常欢迎游客们进去参观 并且热心地示范了拉胚的过程 为了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他让游客任选一个土胚 在那些初步成型的碟子或者是花瓶上面 用彩色颜料随意地绘土 然后主人建议他们到山上去游玩 几个小时等他们回来准备下山的时候 再来看看那些他们画了图的瓶瓶罐罐 经过火摇加工之后的成品 果然等到那些观光客畅游归来 那些原本看起来粗糙 又没有光彩的土胚 经过烧窑中烈火的锻炼之后 已经变成了细白光滑的陶瓷精品 每个人看到自己亲手在上面描绘的花草山水 都喜欢得不得了 那一天在陶瓷场的经历 给游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炉中的熊熊烈火 可以使得粗陋的土胚 变成精致的陶瓷器皿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意想到 神允许我们基督徒 在世上遭遇挫折磨炼的考验 又何尝不像那窑中的火焰 经过那场烈火的淬炼 才会使我们变成有价值又何用的器皿呢 从我们出于人的本性欲望来说 一帆风顺是我们渴望的 吃苦跟受煎熬 是我们避之有恐不及的 但是俗话说得好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若是少了吃苦的过程 基督徒在灵性上 可能就少了那份 像土胚上右金火之后的美满 也可能在性格上 就缺少了某种成熟圆润 我猜 这大概就是很多男孩子 在面临国家征召入伍的命令时 满肚子牢骚 又不得不从命 等到捷训退伍回来的时候呢 却又欣喜快乐 以自己通过那项考验而自豪的原因 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 在布满鹅软石的河床上面漫步 浅浅的溪水 在大小不一的石头上 潺潺地流过 不经意地 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 好像是玉一般晶莹的 浑圆的石头 当我惊喜地把它 拿在手中欣赏的时候 我的朋友说 你的一时惊喜 可是那石头千百年的凤霜 听了他的话之后 再看看那石头 仿佛其中蕴含着生命的哲理 再向一个懂得他的人 诉说着无言的见证 想想看 大卫在溪流当中 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 去大菲利市巨人哥利亚之前 那五块圆润的石子 在溪流当中 不也是曾经 受过无数岁月的冲刷 跟磨炼吗 然而在甩石鸡弦上 他们的威力 甚至是大过了利剑毛腔 所有寂寞当中的熬炼 在那一刻都得到了肯定 事实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一帆风顺的 在坎坷的旅途上 没有受过挫折的人 怎么可能产生毅力 跟困难搏斗呢 您说是不是 据说有一次 一位大音乐家 艾尔嘉 她坐在歌剧院的 听众席位上面 仔细地聆听 台上一位女高音的演唱 那位女高音 年轻貌美 气质优雅 歌唱的技巧熟练 声音圆润 真可以说是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艾尔嘉坐在那儿 听得几乎是出了神 但是 一曲完毕之后 音乐家却有感而发地说 嗯 她的声音的确很美 但是内心的历练 跟含蓄力量 还不够深 假如说有什么人 或者是事情 刺伤了她的心 使她流出了伤心的眼泪 那么 我相信她的歌声 除了圆润之外 还会带有 动人心魄的力量 你以为 艾尔嘉的话 是吹毛求疵吗 不 我倒认为 她的见解是蛮深入 挺独到的呢 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 成功的歌唱家 多半是脱去了 青涩少年的中年人 在人生历程当中 她们已经尝过了 悲欢离合的滋味 经历了患难跟创痛 以身丽其境的悲欢 来唱人生的歌曲 才能够在真实的情感当中 叫人产生共鸣 所以有的时候 受些磨练是好的 至少她能够叫 一向自视很高的本性 在受到打击的时候 清醒过来 慢慢地认识生命的本相 根据圣经的记载 约伯这个人 是个秉公行义 蒙神似佛的好人 可是当试炼来临 他在受苦受难的时候 想起了家破人亡 遍体身疮的痛苦 难免也会自怜自爱 但是约伯纪第五章 十七节十八节说 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轻看 全能者的管教 因为他打破又禅果 他急伤用手医治 假如说造物主 允许患难的灵道 那么他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 在其中受精炼 使我们经过相当的时候 等我们懂得谦逊 才能够准备接受 更广阔的人生 约伯在明白了 神的作为跟美意之后 他不得不承认说 从前他风文有神 现在是亲眼看见了神 神知道人所走的道路 他试炼人之后 人必如精进 约伯说 坎坷是生命的 一盏明灯 是开启奥秘的 遗传钥匙 谁经历坎坷越多 他所经过的凯旋门 也最宏伟 亲爱的朋友 您说 这不就是神的美意吗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说 年少得志的人 大多数相信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 因为他涉事未深 所知有限 而年龄老大 一事无成的人 大多数会怨叹命运弄人 因为他虚度岁月 突然坐视了机会 可是对于一个有信心有盼望的人呢 命运的方向就掌握在 似信心跟希望的造物主手中了 您听听诗篇第66篇 第10节到第12节 诗人歌颂神的大能识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神啊 您曾试验我们 熬练我们如熬练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这么看来 谁想进入丰富之地 就必须先准备好自己的心 要有刚才 诗篇第66篇 诗人的那种心情 假如说水火是必须的 那么当他们来到的时候 你就不会因为惊慌抱怨 而丧失了信心 打开许多伟人的传记来看看 几乎很难找到成功者的历史 不是血泪斑斑的 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 若不是先经历了耳聋的痛苦 怎么会运用神为他开启的 内在的灵魂听觉 使他在音乐的领域里面 另闯天地 曝出了人间未闻的天籁呢 您不认为吗 患难多 得恩典的机会也多 环境上一切的挫折 都在使我们在学习生命的功课时 更得掌尽 有的时候 借着别人的关怀跟帮助 我们才能够从封闭的自我当中走出来 也能对跟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 产生同情 更因此 我们就愿意担当别人的诱患 肯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 诗人罗曼·罗兰说 真正的光明 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候 只是不被黑暗永远遮蔽罢了 真正的英雄 不是永远没有背下的情操 只是 用不被背下的情操所屈服 当你知道 世间受苦的人 不止你一个的时候 也许你的希望 会在绝望当中再度燃起 的确是的 没有历尽沧桑的人 不会在深沉的宁静当中 去欣赏生命的可贵 最后让我们借用 《菲利比书》第四章 十一节到十三节 使徒保罗的一段宝贵经验 来互相勉励 保罗说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你若不雅 该难成长 它就不能成有 你若不投葡萄入杖 它就不能变成旧 你若不连那大成高 它就不留芬芳 祝我这人是否也要 受你许可的创伤 我才会因我感觉 总是保留自己 若我曾经受你凋谢 我却感觉受强迫 祝你能否找你喜乐 没有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